身穿代表喜气的红色外套 市议员许淑华 21号上午来到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进行登记 在党部主委张茂南陪同下接受媒体联访 对于同样有意参选的市议员洪建议 许淑华表示自己不会像其他政党一样内斗 任何人要选他都予以尊重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样 都是当了第五届的议员 那其实他的生根跟我的生根方式 是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我大概比较多的时间 是花在像年轻人的 像我现在也是扮演一些松信导游的角色 花在年轻人的一个宣传 甚至像现在很多年轻父母亲 他们养不起小孩这些相关的议题 幼教的议题 青年政策的议题 还有现在都跟要怎么样去推动的 这些相关的议题 我想这个部分我琢磨的还蛮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动保议题 因为其实台北市 好像养动物的养宠物的 比养小孩还多了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也不管很多的公共议题的部分 我其实都蛮努力去推动的 那其实洪谦议员 他也是在基层也非常的努力 但是他的经营基层的方式 跟我就比较不太一样 那我关注的议题 跟他关注议题也比较不太一样 那我相信我们两个各自 有各自的实力跟能力 那就是真的要看民众怎么样去选择 看谁比较适合当立法委员 这样子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在人民 对我们的认知 那我认为说其实 不管我们党内怎么选 我们党内就是公平竞争 不管怎么选 我还是期待 任何一方 如果选 初选通过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都要全力支持 初选的这个候选人 被问到有无违反民进党的诚信条款 许淑华表示 自己虽然是议员 但没有离开这个选区 继续选立委 也没有落跑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在基层深耕的话 如果要选立法委员 要竞选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没有在地方 好好的跟民众有一些互动的话 你光是你的知名度很高 也不见得选得上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提名的时候 有去稍微去地方去了解 也跟所有的党部的主委都有沟通过 那我们也知道选举 没有那么容易 要一票一票投出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排除条款 两个排除条款 一个就是监困选区的部分 就是直接征召 那征召不是说 我直接点名你而已 而是我们内部也会做一些民调 看哪一个候选人比较适合 也有可能打赢选战的人 就推他出来选 另外一个 就是我刚刚看到 就是我这个选区 虽然它是监困选区 但是又没有 又不是我们 没有本党的立法委员 在的话 那就是排除这个 所谓的议员不能参选这件事情 像我的部分 我在这个选区 虽然我是议员 但是我 我没有离开这个选区 我还是在这个选区 我再继续选立法委员 所以我没有离开过 也没有落跑的问题 那最重要的是 我要把服务升格 就从议员地方基层服务升格到中央层级 有很多很多的市政 其实是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去努力的 面对国民党可能的对手 现任立委 费洪泰与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许淑花表示 自己的原则就是 兵来降党 水来土淹 其实他们两个 有各有各的优点 那我的 只有一个原则就是 兵来降党 水来土淹 我认为说只要 我们好好的在基层 我其实知道说 基层要的是什么 我展现我自己 我做出来的事情 跟我所推出来的政策 我相信民众是会有感的 那至于这两个都是可敬对手 然后呢 他们其实 他们有各有各的优点跟缺点 那在我的立场上呢 我任何人 我只跟我自己选 我希望我这次的选票 能高过我上次2020 所得到的一个选票 那我希望呢 这次能让选民真的看到 我真的愿意帮他们做事 许淑花表示 面对任何对手 都以平常心看待 因为自己在松信区 持续生根17年 相信选民都有看见他的努力 也希望选民看见 愿意帮他们做事的明代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导 我可以让你少许淑花表示 给你少许淑花表示